有这集中癖好的人,不是一般人,遇到了可以深交的。 我们看人的时候,岂是可以观察一个人的癖好? 因为癖好,往往是个人自由选择的,反映了他的价值观、偏好等等。 你读懂了一个人的癖好,就相当于读懂了一个人的内心、生活里。 癖好可以笼统分为好的跟不好的。 好的癖好,反映了这个人,可能人品高借,人生追求更高,也更洁身自好。 而坏的癖好,则反映了这个人,性格和人品上的一些问题。 如果你身边的熟人朋友,有这几种类型的癖好,可能说明他人还不错。 可以多交往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 子律,现实里,其实成年人,没有太多人去督促的。 除了工作单位和家庭里,会受到一些约束之外,生活部分都是自己安排调节的。 如果说,你身边的某个熟人,是个十分自律的人,你其实可以多跟他来往。 比方说,你身边有一个朋友,在花钱消费上,十分自律,有很好的记账,做预算的习惯,很少超知。 然后,他还控制饮食,不论吃垃圾食品,按时运动,还有生活习惯方面,都比较良好。 那这种人,就是大写的自律。 自律的人,往往是全方面的自律,并不局限在一个方面。 这类人,对自己有较高的要求,生活习惯方面,通常都很好,会对你施加有益的影响,可以多来往。 坚持提升自我的人,现实里。 如果你的熟人朋友,是一个十分注重自我提升的人,其实,你可以考虑深交,对你很有好处。 比如说,现实里有这么一类人,他即便是工作繁忙,也会抽时间去学新东西,增强竞争力,可能是一些体育技能,也可能是考证书,学语言,提升学历。 这类人,内聚力十分强大,也十分有事业心。 在现实里,往往是混得不错的,至少生活无忧。 如果你跟着类型的人,做朋友,你也会耳濡目染,喜欢上自我提升的,从长远来看,反而对提升你的职业竞争力,有很大的好处。 相反,如果你身边的朋友,都是较为懒散,不爱提升自我的,那你,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。 坚持运动,现实里,能够坚持运动的朋友,也有必要多交往。 这类人,往往更注重健康,意志力更强大,你跟他来往多了,也能多去运动一下,让身体素质变好。 比如说,你的某个朋友,很喜欢户外徒步,健身,游泳。 那么,你跟他多来往的话,就能多学到很多健康知识,说不定,还能培养一两个运动习惯。 你们的业余时间,可能安排的是户外运动,而不是喝酒吃肉,久而久之,你自然会增强身体素质。 减肥,这是好事。 现实里,你的朋友有什么癖好,你多半也会学到什么癖好,这是一种互相影响的机制,因此,多选择一些癖好健康的人来往。 这样,你的生活精彩之余,还能获得很多好处,不好吗? 董分寸,苏联作家邦托列夫曾说,人类一切痛苦的根源,都源于缺乏边界感。 分寸感,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基本规则,这是一种高情上的修养。 也是内心沉稳的表现,但在现实生活中,有太多的人只考虑自己的想法,而忽略了别人的感受,或是轻易越过彼此的安全距离,给别人带来无形的压力,或是习惯性的医治气势,让别人必须听从自己的安排,而真正有智慧的人,时刻都保持着清醒。 知道什么话该说,什么事能做,将人际关系打理得井井有条,在电视剧《甄嬛传》中,沈梅庄与甄嬛二人的相处模式,堪称闺蜜界的天花板,高情商的代言人。 刚入宫时,两人关系颇为亲密,每当其中一人受宠时,另一方就会选择避险,花肥诬陷梅庄,甲嬛争宠,梅庄因此被禁足,甄嬛冒着风险取证,帮助梅庄洗刷罪名。 而甄嬛因皇后一挡的陷害,身陷淋雨,去甘露寺出家,梅庄也尽己所能,雪中送炭。 等到甄嬛凤子再回宫后,被皇上奉为了西贵妃,宫底的嫔妃开始站队时,梅庄反而不为所动,二人相处多年,总是在亲密间,刻意保持着一定的疏离感。 正如梅庄在剧中所言,懂得适可而止,才能存长久之道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性,保持分寸,恰如其分的亲密,才是最舒适的交往方式。 懂分寸的人,总是心怀善意,常常替他人着想。 与之相处,更会如暮春风,依然安适,守规矩。 东汉众名隐世言尊曾言,心如规矩,志如齿横,平静如水,正直如绳。 一个人的内心有规矩和原则,内心便会平静如水,志向如齿横般方正,就会像直升一样毫不偏曲。 人生在世,与人交往,修身养性,处处都离不开规矩。 这也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教养。 许多人受到外界的影响,内心发生了动摇,便轻易打破了规则。 放弃了底线,也有人愿意维护既有的规则,坚守本心,把规矩修炼成身上的优良品德,在电视剧《县伟大院》中,梅小哥书记在面对企业家送礼的时候,就严肃拒绝了对方。 他义正言辞地说,要想人不知,除非寂寞为,不管处在什么位置,都不能做让自己晚上睡不好觉的事情。 良好的教养和涵养,从来都是一种极为有底气的规矩。 这世上的诱惑很多,利益与情感错综纠缠,拥有一颗政治之心,总是弥足珍贵,正如孟子所言,养不愧于天,腹不坐于地。 一个人优秀与否,不是看他做了多少利己之事,而在于他能否对得起自己的良知,在为高权重视,坚守原则或许是孤鸣钓鱼,但若是在失意时依旧如故,那就是真正的善良,懂得规矩,守住规矩,方能守得心安,才能守住人生,坦坦荡荡,做人有原则,做事有底线的人。 如果你身边有,请记得走近他,有担当。 毛母曾说,要是一个人显示他的本质,叫他承担责任是最有效的方法。 共享好处的时候,每个人都愿意分一杯羹,承担责任的时候,大部分人都会避而远之。 要想了解一个人的品性如何,从他是否有承担责任的勇气,便能窥之一二。 那些心中只有利益的人,总是不顾一切的趋利避害,真到了共患难的境地,他们变了无踪迹。 而那些人品过硬的人,总是勇于担当,无论发生了什么事,都一如既往地值得信赖。 在一次采访中,白岩松曾经听极限林先生讲过这样一个故事,新学期刚刚开始,许多外地的学子前来北大报道,不少人都是提着好几个行李与包裹,其中有一个学生,因为东西太多,便将行李暂时放在了路边。 这时正好以为一个老人走来,学生便恳请老人替自己照看一下,自己则去办理入学手续,老人欣然答应,结果过了一个小时。 学生才匆匆归来,而老人依旧尽知尽责地看守着,几天后,在北大的开学典礼上,这个学生才知道,原来那天帮自己看行李的老人,正是北大副校长的纪献林,白岩松感叹地说, 我不知道这位学子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,但在我听过这个故事之后,却强烈地感觉到,人品才是最高的学位,在责任面前勇于承担。 甚至是可以牺牲自己利益的人,一定是重情重义,值得信赖的人,与这样的人相交,你不用害怕与忧虑,因为他们总会给别人最大的安全感,身上有烟火气的人,可深交。 著名作家汪曾祁是一个很有趣的人,他喜欢做饭,晚年更甚,他一定要去菜市场买菜。 他说,我不爱逛百货商场,菜市场更有生活气息一些。 对于他来说,菜市场里热热闹闹,到处都是人间烟火气,那里叫买着鸡鸭鱼肉,吆喝着蔬菜水果,每一生都传递着生活的乐趣,买完菜回家后。 汪曾祁便开始兴致勃勃地在厨房里忙活,他先将鲜肉剁碎,加入葱花,再拌上酱瓜末,塞进油条里,接着将油条入油锅,炸至金黄。 这便是汪曾祁先生的独创菜肴,塞肉回锅油条,嚼制酥脆,生动实力,人间烟火气,最腐烦人心,而生活,不就是在食物的酸甜苦辣,和人生的千姿百味中,寻找自己的快乐吗? 一餐一饭有滋有味,一朝一夕诗样然,对世界热爱,对生活珍重,工作上的紧张,身体上的劳累,都在这一周一饭中,变得无足轻重,一直都很喜欢苏东坡。 不仅是因为他的才情,更是喜欢他乐观豁达的态度,纵观苏东坡的一生,被贬折三次,试图多船,前步漫漫,但他和除种田,一路走,一路吃,一路割,他鼓到出来的美食,如东坡肘子,东坡肉,东坡豆腐,东坡鱼,都随着他的诗作,一起流芳千古。 苏东坡的美食之旅,也是一场人生修行,翻炒争煮及敲打磨炼,酸甜苦辣便是百味人生,心宽四海的他,以豁达为辅料,以豪房为佐料,于困苦中品出生活的滋味,吃出了文采,捂出了境界。 所以你看,那些偏爱人间烟火的人,往往都是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,他们拥有积极的情绪,与这样的人相交,不自觉地就能滋养出宽阔的胸襟,悦纳生活,喜欢名词阅读的人,可深交。 沐昕在二十多岁的时候,是一名美术教师,但他为了解决人生意义上的困境,选择了辞职,并以养病的名义,学了墨干山读书,夏天有清脆玉地的竹林陪他,冬天有空明澄澈的白雪伴他,除此之外,便是那堆满岸头的书籍,他就这样一直住在墨干山上,清晨早早起来读书,夜晚就燃煮写作,六年后,沐昕下山。 带着他满满的收获,一百多篇中短篇小说和十来本厚厚的散文手稿,他如苦行增搬,远离红尘去潜行修读,因为心中热爱,所以从未觉得日子无聊孤苦。 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人,那么不妨与之身交,因为这样的人,内心世界是很充沛的,他的灵魂想必也比那些急躁焦灼的人有趣。 如果我们遇不到这样的人,那么我们不妨成为这样的人,不是有句话就是这么说的,给时间以生命,而不是给生命以时间,热爱才是生活的解药,它能让你在现实沉重的时候觉得轻盈。 在人生虚弱的时,觉得自己贵重。 作家周国平说,排遣的方式,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心情。 梁启超也曾说过,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,生活才有价值。 一语种地,一个有癖好的人,他们在自己擅长的事情上,往往有独到见解,你和他交谈,能开阔你的眼界,影响你的生活态度。 所以,人要想活得有趣,莫过于交易为这样的朋友,或者成为这样的人。